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ros 呃 porque 就 欸? 再看一次 我剛剛後面的劇情好像不太一樣欸 跟一周目不太一樣 這是小自殺的時候 啊哼 喔 他沒有再說一次了 我剛剛沒有看清楚上面講什麼 不過 主角好像有想起來打那通電話的人是他 嗯 這邊可以存檔 我們來存在這個地方 這邊有一本書 希伯克斯的傳說 哼 剛吃番茄 番茄的皮有點卡在喉嚨裡面 有點不太舒服 呵呵 我們繼續往前面走好了 嗯 搞什麼 一小小自殺了 我們果然玩得太過火了嗎 這個地方都跟之前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就快速的跳過去 動動 喬肉郎的心臟好像不太好齁 跳得那麼大力 叮 這好像那個烤箱烤好的那種 呵呵 嗯 我是學生會長 也是同時參加霸凌活動的參與者機 那段時間 我還 因為霸凌被發現遭到了停權的處分 因為 害怕被發現 小的跳樓和霸凌有關 所以我將這件事情告訴了學生會的其他人 可惡 那時候的我到底有多差勁啊 為什麼 會參加霸凌啊 嗯 嗯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欸 如果我們直接往後面走會發生什麼事 噢 會回到一模一樣的地方來 有點像是鬼打牆一樣 嗯 我們來 這邊有一些字 找到我 快找到我 噢 我想起來了 這是 就是 就是跟著他走就對了 哇 嚇到我了 稍微 給你放點水 我記得有個地方不能直接下去 不然 喔 應該是正下方那個地方 要繞過去 不然會有一個鬼手衝出來撞你臉 上次被嚇到 下一個房間 還有更有趣的遊戲哦 吵死了 我們到下一個房間 前面的劇情直接跳過去 所有的方法都試過 但是沒有什麼效果 嗯哼 發洩是 嗯哼 其他的方法就是霸凌啊 對了 我參加霸凌的理由 不就是因為壓力嗎 我發現這裡的 這裡的對話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 喬老郎自己在回想的時候 把自己的壓力 轉嫁在別人身上這種事 可惡 我身上 到底發生了什麼啊 我記得 答案應該是這個 是這個嗎 對耶 這個是答案 假如第一個人 就是 完全 第一次來到這個房間 完全不懂的人 會不會直接先按這個機關 發生這機關 可以到下一關 這樣直接還蠻蠢的 這個地方有點 有點忘記了 哦 所以他們先是把 嗯 小島原 哦 夠了 我已經 不想再回憶起來了 他們想 把小島原幹掉 不是幹掉 就是 先惡整小島原 讓我思考一下這個地方要怎麼過去 呃 我這個地 我記得這個地方 不難 啊 錯了 回去再回來 應該是 嗯 讓我思考一下哦 要先 先 這樣 不對 我在搞什麼 先這樣子 嗯 啊 想起來了 應該是這樣子 嘿 登登 似乎從來什麼打開的 哦 是有床還是什麼門打開的聲音 不過我的房間能夠突破嗎 這是什麼中樂的台詞啊 跑出來了一些奇怪的人呢 我們先來存個檔 寫記錄 很快就已經把三個 剛剛是破了三個還是四個 三四個的樣子 霸凌技術最高 機會難得不來比一場比賽吧 比賽 比賽霸凌的技術 勝利者是怪物的地獄 這是我們第一次玩的結局 12月22日 名為怪物的遊戲的霸凌比賽就開始了 今天是12月21號 哦 作為比賽道具 受到霸凌學生 和我是同一年級的一巧小 這是一場 在學校 哦 在學校 學生面前 公然進行的一場霸凌活動 同時 也是一場學校 全員的學生都默許的霸凌活動 啊哼 呃 我們思考一下 要把它給推開 像這樣子 之後再把水盆推到裡面 這應該就是那個盥洗式的幽靈的房間 水盆牢牢的卡在地上的洞中 應該可以到下一關了 又是這中二的台詞 現在的我 已經沒有可以回去的地方了 雖然相處的時間不長 不過 阿喬 謝謝你 還有 再見 一週目的最後的回憶 那時候的 喬爾郎還沒有知道自己是怪物的霸凌王 所以 他對喬還不 哦 他對小還不錯 所以小其實對他還是有點小小感激的樣子 嗯 幾條是 呃 紅藍 黃 黃 綠 藍 紅藍 黃 黃 綠 藍 紅 藍 黃 黃 綠 藍 紅 我要記下來了 每次都要記這個東西 紅 紅是 4 藍 藍 是 3 黃 是1 2 3 4 5 6 7 8 9 紅 藍 黃 黃 9 9 綠 綠是5 紅藍 黃 黃 綠 藍 是藍嗎 所以是 439953 看一下 紅藍黃黃 紅藍黃黃綠藍 紅藍 紅黃綠藍 對沒有錯 所以密碼是要輸入 嗯 喔為什麼後面有2啊 這是誰幫我打上去的 你太詭異了吧 紅 黃 藍 藍 綠 藍 紅藍 嗨 不過剛剛的2是怎麼回事 是遊戲怪怪的還是 我遇到了一些不正常的現象 哇 喔 大家全部都死了呢 又一次的 只是下我一個人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為什麼 我會受到這樣的對待 二年級的 呃 學期開始 因為基金的霸凌活動影響我再也不是學生會長了 取了帶子 我讀了另外一個稱號 怪物的帝王 怪物的帝王嗎 二年級的第一學期 連續發生了太多離奇怪死的事件 學生會的另外六個成員都相繼以詭異的方式死亡了 最後 只有我活了下來呢 為什麼 只有我活了下來 為什麼 其他人會死 感覺 還差一點 具體完全想起那一段記憶 還差那麼一小塊碎片 嗯 所以要完全跟著他走 啊 我有點忘記了 我回去的話可以再看到他走一次嗎 我們這邊存個檔好了 我不想讓我的血 就是有損血 這樣子我們才能撥到perfect game 所以我們再存一個檔 可以再看到他再走一次嗎 可以欸 這樣走過來 這樣走過來 好 大概抓到訣竅了 這樣子走過去 走過來 嘿 好 最後一間房間 什麼東西都沒有 所以 稍微看一下這裡面的東西 可以看見未來的寶拉 喔 可以看透結局的寶拉夫人 我們先回去 應該多了幾張紙條對不對 呃 是哪幾張紙條啊 好像是這兩張 好的 草稿第三頁 這就是我們第一週目看過的東西 所以就不用特別的念這些東西了 欸 還是看一下好了 嗯 報告到這裡就結束了 然後 回去應該會多了一張奇妙的寶拉夫人 在這裡 就是這個了 我們的結局到底會是 perfect game還是一般的 no more end 其實蠻想要是perfect game的 嗯 桌上這份報告是 看一下報告上面寫了些什麼 錯綜複雜的記憶 有如潮水一般湧入人的腦袋 記憶的拼圖逐漸變得完整 曾經還面不清的現實 已經變得觸手可及 曾經不明理的猜測 有了明確的框架加以束縛 曾經混亂不堪的記憶 有特定的載體加以限制 這裡 是哪裡 我為什麼會在這裡 這裡又是我 第幾個夜晚 第幾次提出這樣的問題了呢 如今 答案就在我眼前 學生會調查報告 關於進入 學校的三本愛子詢問 這裡就是 主角就是詢問三本愛子 說怎麼進入到 嗯 怎麼進入到就是 怪物歷史書這裡面 在你的新聞稿中 你提到 你在怪物的歷史書中 遇到了一個 不存在你記憶中的少女 即使是最基本的訊息外貌也好 我希望你能夠詳細的解釋一下 這名少女的情況 嗯 那名少女有著 一條褐色的頭髮 梳著雙馬尾 果然是 你怎麼了 這次的事情 我可以幫你保密 不過有個條件 條件什麼的 突然問你怎麼了 嗯 我希望你能夠告訴我 前往歷史書的方法 你相信我所說的 再說 怪物的歷史書 是一個相當危險的 普通人不能隨便進入 因為 在怪物歷史書中 怎麼辦 我好怕按下去 喬肉郎還是會跟我講說 他要殺死小 不一樣了 有一名我想要守護的人 好帥氣喔 為何要守護 又為了拿他 作為霸凌道具的贖嘴 為何去守護 為了自己那一晚 沒有能夠抓住 他的手無聊的至尊 平和來守護 憑藉著自己有生的生命 以及怪物的歷史書 你的決心 我已經確確實實的收到了 所以這一次是我們要跟小A一起 把怪物歷史書給破掉嗎 抓住我的手 我將帶你到 你必須去的地方 哇 也太熱血了吧 整個劇情變得不太一樣了 又回到這裡了 這邊有存檔點 可以稍微存個檔案 寫記錄 寫在這裡 椅子把東西擋住了 外面下的雨 喔 所以剛剛洗衣在看著我們的 就是喬惡狼是嗎 還是在我們第一集Episode裡面 喔 來到了這個地方 寫記錄 是往天台上去嗎 是往天台上去嗎 小伯會在那裡吧 現在的我 能夠做些什麼 在天台的門前 我稍微猶豫了一回 我想把小救出來 我想帶著小 一起離開怪物的歷史書 但是 這種事情做得到嗎 哈 已經不要再想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情了 我想做的 始終只有一件 小你沒有事吧 天台相當冷的 再這樣下去會感冒的 我們回校舍吧 來跟我走吧 不要管我 阿強你已經全部回憶起來了吧 現實中的我 早在一年前已經從天台上跳下去了 現在的我 不過是怪物的史書 創造出來的虛像 只是一個有你的記憶 控制的木偶 才不是木偶呢 你會安慰我 會讓我開玩笑 會生氣 會開心 這樣的你 才不是木偶 但是我已經死了 3月17日 從天台跳了下去 你已經全部回想起來 為什麼還要來找我 因為 因為 彷彿有什麼東西 梗在喉嚨的不快感 讓我無法回答小的問題 夠了 不要再說了 騙子 笑 當初也只是把我當成霸凌 霸凌的道具 所以才接近我的吧 怪物的帝王 不 不是的 其實你是因為 對啊 哇 我接近小的到底是為了什麼呢 是因為喜歡 因為愛慕 因為同情 因為 因為把它當作成 道具 哈 想不出來 無法理解 不能回憶 到底是為什麼才接近小 又是為了什麼 才會去霸凌小 現在的我 待在這裡的理由到底是什麼 這裡是怪物歷史書的世界 是稍微有不勝就會丟掉性命的世界 冒著危險來這裡 見到小之後 我又要做什麼 拯救他 帶他回去 向他道歉 來這裡 只是為了替之前的霸凌行為贖罪 已經夠了 不要再說了 我看不清楚小的表情 我只能 注意到他蒼白 在不似活人的臉龐 丟下來因為 惡然而呆立 對我 想慢慢的 向天台的邊緣走了過去 沒有絲毫的猶豫 他將半個身子探出了忽然 等一下 我玩的不是perfect end嗎 不要這樣子 等等 笑 你在做什麼 怎麼了 看不明白嗎 我當然是打算從這邊跳下去囉 說什麼傻話 很危險的 快回來 說傻話的是你吧 難道你忘記了 那天晚上 我也是這麼做的嗎 我現在所做的事情 不過是歷史成年罷了 笑 和我一起活著回去吧 被牙齊咬緊的蝦唇 彷彿要流出血一般 無力的我 懦弱的我 賜負的我所想到的 只有如此空洞的台詞 哭著回去的什麼 不是已經搬不到了嗎 已經死掉的我 沒有可以回去的地方了呢 似乎想把所有的花全部縮完 小的重心 移出了天台 嬌小的身體 彷彿一張紙一般 投入了空氣中的懷抱 笑 嗓子因為太大 嗓子因為大聲的喊叫而變得沙啞 聽不清楚 已經將身體的重心移出了忽然的小口中的喵喊 我想要不顧一切地衝了過去 等一下這跟一周沒有什麼差別 然而 墮落的恐懼 扳住了我的雙腳 都用求生的本能 身體往各出 傳達強制停止的信號 奔跑的雙腿無疑是自己停了下來 無論如何驅使 我都無法 挪動自己顫抖的身體 我也可以做的事 便是借由慣性 難看著趴在護欄上 看著急速落下的小 等等 收好的 perfect end 伴隨著衝擊耳魔的碾碎之聲 這個夜晚 就這樣子結束了 不應該是這樣子的 咦? 隨著記憶的回覆 乖幼的歷史書的世界 逐遍變得破刊不慎 醒來了之後 我正躺在校舍的門口 我到底睡了多久呢? 感覺只是一秒鐘 又感覺似乎過了一世紀 呦 醒過來了嗎? 你這傢伙 還在這裡嗎? 嗯 因為 還有我存在的必要 怎麼了? 精神上受到什麼打擊了嗎? 我 我為什麼會到怪物歷史書這個世界 因為 你從山本的愛情那裡 得知了來到怪物歷史書的方法 不 我想問的是 我來到這裡的動機 為什麼會來到這裡? 我是為了拯救小才來的嗎? 還是 來到這裡的動機什麼的 你自己應該比我更清楚吧 好了好了 不說那麼多無趣的話題了 通過校舍的正門 就可以離開怪物歷史書的世界囉 回去洗洗睡了吧 能問你一個問題嗎? 嗯? 你存在這裡的目的是什麼? 一開始就說了吧 我存在於 此的目的 就是為了破壞這本怪物歷史書 我原本是 怪物的歷史書 創造出來的 七個世界管理員 的怪物之一喔 但是 我的位置 卻被那個沒頭沒腦 褐色頭髮 褐色頭髮 雙馬尾也給搶走了 老實說 這個雙馬尾還是真的是 超級美景 不景不旅行 殺人 喔 殺掉誤闖者的職責 反而還幫助闖入人 取回記憶 這樣和平的地方 才不是怪物歷史書呢 被他這麼一攪禍 我們的世界 遲早會崩潰的 所以 我要結束掉這個世界 然後 作為怪物管理員 等待下一個 怪物的歷史書的世界 被創造 是嗎? 果然 我沒有選擇你 我沒有選擇 相信你是正確的呢 那麼 就請你加油囉 彼此彼此 他應該是我們主角喔 不知道在哪一週目 死在這裡的怪物吧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子 啊 對了 你還會再來嗎 嗯 不論多少次的輪迴 我都會再回來的 是嗎 下次 我們再一起合作吧 好啊 不過 事先聲明 我可沒有相信你喔 你每次都這麼說 他每次都這麼說 所以代表 主角已經回來很多次了 是嗎? 我不是英雄 不是主角 不是超能力者 我什麼力量都沒有 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高中生而已 直到剛才 我才終於意識到某件事情 想要拯救小的這件事 是不是太不自量力了呢 我 又為了什麼想要拯救小呢 一切的記憶都在這次輪迴之後 必須全部想起來 一切的記憶 在下次輪迴之前 希望能夠全部保留 即使是現在 怪不得歷史書仍然沒有完結 爭吵著 偶爾路過的倒霉蛋 虎視眈眈 但是 明天 我仍然會回到這裡 不 不是perfect end 哇 只是個no more end欸 三人之上 二人未滿 阿神終究沒有破到perfect end 是哪一個環節出了錯誤 太糟糕了 太糟糕了 看一下 需要查看提示嗎 好的 普通結局 因為沒有什麼好提示了 所以就隨便說說 進入好結局的條件吧 其中之一 保證HP是足夠的 我的HP是足夠的喔 至少 對話的顏色不要發生改變吧 其二 多多調查 即使是無關緊要的東西要調查 即使是相同的對話 也要多試試看幾遍 下一次就能進入到更好的結局呢 就是代表說 我的好感度沒有到很高 是不是 太糟糕了 OK 這一集 episode 差不多到這了 看到怪物歷史書的另外一面呢 可是 可惜最後沒有進入到最好的結局 也不知道最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 Perfect End 我應該會私下自己偷偷玩吧 對 如果再繼續拍下去的話 其實 這個系列作為有點長了呢 那最後的Perfect End 就交給Bob們 自己 私下可以自己玩 然後自己私下又會看一下 這最後的結局到底是怎麼樣 OK 這一集 episode 不 應該說這個系列也差不多就end到這 不知道Bob們覺得這個作品怎麼樣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就在左下角會喜歡 在左上角有個訂閱 隨機訂閱影片頻道 隨機跟著我影片動臺 我們下一個系列做再見囉 See you guys Bye Bye Yeah